來看到副總統 劉青町出風巴拉圭 今天會知道 含著巴拉圭的總統 董珊寧 八年 這回來出席 劉青町表示說 巴拉圭已經有優秀 以後出來政府一定會含 中華民國臺灣 繼續維持 邦告的關係 我們來文國 兩國的正義 副總統劉青町 繼續劉強的過境行程 這段他去巴拉圭 他在正紀錠 回到文貴 說到他去美國 副總統劉青町 也說到這段目標 是要到總統創英文的旗胎 進化台北的邦誼 一方面我們能夠深化台北的邦誼 另外一方面也能夠 去一步拓展兩國的合作關係 共同促進兩國的繁榮發展 前紀到巴拉圭 也上升國際紀錠時 由自巴拉圭代謝韓智政 也有巴拉圭總統府的大理官 去紀錠迎接 當地教寶也也有國旗在在歡迎 好 高興看到你 你瘦了 你瘦了 為了等你啊 加油 若青町跟巴拉圭 現任總統阿布朵 也有總統董山林 貝尼亞議員 貝尼亞說 他所創立的政府 一定會跟中華民國台灣 繼續維持綁高 我們兩國的政議 若青町也參加 巴國的參議議員 歐平內的忽然 期待會有更多合作 未來我也非常期待 在臺巴兩國的合作上面 能夠得到巴拉圭共和國 開動兩月外委會的支持 讓兩個國家的幫助 能夠越來越補 讓兩國的合作計劃 能夠越來越增加 此方希望巴拉圭期間 過境美國的紐約 若青町亞普世 跟自美國代表曉美金 最近在美國這份大連盟 紐約大都會支頂的賞品 讓外界農得利益 暖消費是不是有可能 記者綜合部都